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下午5点到6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Hello大家好 我是Jaco 蒋伟文 8月15号 今天是礼拜六 2020年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我想大家就算没有自己玩过乐高 也一定知道乐高这个玩具 其实我以前对乐高 好像没有特别的那种想法 我也听过有些朋友 很爱收集乐高的不同的东西 因为乐高现在什么都出 不管是建筑物 超级英雄 或是电影的一些人物 还有小朋友喜欢看的卡通 就很多乐高的这种模型 乐高的玩具都有 那我想我自己的话 我之前好像就带小朋友去过 乐高乐园 所以就知道乐高其实蛮厉害的 他连他自己都还有乐高乐园 那乐高其实仔细想想蛮厉害 他是1960年代就可能甚至更早 最好是因为他本来 我看了一个纪录片 说到乐高的创办人 本来他们是盖房子的 那后来应该遇到了世界大战 然后就经济萧条 没有房子可以盖了 那他们是通常做木造房子的 后来没有房子可以盖了 他就用这个技术来做一些木头的玩具 这样子 那后来因为木材越来越难取得了 他就改用塑胶这样子 才进而产生乐高这款游戏这样子 这个玩具 所以你仔细想想看 如果他是1960年代就开始发行乐高了 今年已经2020年了 所以乐高这个玩具已经有60年来 60年了可能更多 你想在这种玩具界里面的 玩具是个特别喜新厌旧的 尤其小朋友在玩的 淘汰率非常高的一个业界 玩具 小朋友这个玩具 你玩一下就腻了 那一下推成初心 有新的玩具出来 那乐高这个玩具 已经有60年了 算是玩具界里面老爷爷了 到现在还 大家还在风行乐高 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 这样想起来你就知道 哇这个乐高才太厉害了 那当然了 你会觉得说 那乐高一直推成初心 那一直出现不同的乐高的 这个形状 模型的玩法 但是他基本的东西是没有变的 就是他就是两块东西合在一起 粘在一起这样子 应该说扣在一起 他的设计很特别 他这个是一个 他自己的特殊的设计 就是乐高那个痘痘 然后他们会扣在一起 又可以拔开来这样子 那造就了现在的乐高的王国 每个人都在玩 那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提到乐高 因为呢 我跟你讲 一开始我对乐高 有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就带小朋友去过 那个日本的乐高乐园 那只带过去 他们去过一次 那现在呢 有时候在做梦的时候 听他们在做梦的时候 会讲到乐高乐园 就是他们非常喜欢乐高乐园 那现在因为Jackson 已经到七岁了 快八岁了 然后他有时候看的卡通呢 他就选择像乐高 有很多卡通 什么乐高 像有超级英雄卡通 有乐高侏罗纪公园 还有乐高的忍者 乐高忍者非常受欢迎 有时候跟Jackson一起看 叫Ninja Go 然后就 我看着看着 觉得乐高实在太聪明了 你看我们 我们如果看玩具总动员 或者我们看其他的卡通 尤其是美国的卡通 那卡通就像一个大的宣传片 你卡通看完以后 他一定会出一系列的玩具 所以你看了一个多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的一个宣传片 看完觉得很好看 然后玩具店就出现了这个 比如玩具总动员的玩具 你就会想去买给他 给小朋友 但是乐高厉害的在于什么 他的玩具本身长那样子 就是你知道他的人呢 都是一颗一颗痘痘的拼起来的 那他的卡通呢 就把他的卡通人物画成那样子 就是就长得像乐高那样子 所以他也不用再特别去做一个玩具 就他的玩具就长那样子 所以他真的很聪明了 就你看完了乐高 不管是忍者呢 不管是他的这个超级英雄系列呢 像蜘蛛人啊 什么蝙蝠侠啦 这些的超人啊 或者是乐高的电影系列 比如说星际大战啊 还有什么乐高侏罗剧公园这种的 你看完以后 他里面的人物就长得像乐高人物 乐高公仔 乐高的建筑物等等等等 所以小朋友接受度 接受度非常高 那当然你会觉得啊 这个很聪明 可是我觉得他更聪明的是 因为像Jackson七岁 很爱玩这种乐高的玩具嘛 那我就买过一盒给他玩 只是我买的时候 我真的是 叫下决心的 因为你知道乐高玩具啊 可能大家听过 你可能没有真的去买过 乐高的玩具 一盒啊 比较有规模的 比如说七八岁在玩的 乐高的玩具 一盒 大概都是一千五起跳 四五百块也有 可是那种很小 就是可能就一个公仔 跟一台小小车子而已 就四五百块了 你要买一个比较中型的 卡通里面出现过的 别有规模的 尤其这种七八岁 他玩他可以很有满足感 很有成就感的 因为他自己要组合嘛 那种都是一千五起跳 一千七啊 两千五啊 三千多啊 都有啊 很普遍的这个价钱 我每次去 不管是玩具 反抖城啊 或者去卖乐高的 专卖店去看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家长在那边 应该说有两种家长啦 一种就是 应该是口袋很深的 进来就拿了就走这样子 也不看价钱的 另外一种就像我这种 就会看到我 跟另外几个家长 站在那边看半天 一千五的 一千七两千三 哇好贵哦 真的好贵哦 其实我刚开始买的时候 我真不懂 为什么要这么贵呀 直到我买了一盒 一千七的回去给家长 真的是忍痛买一盒给他 但是很喜欢 七岁以上可以玩 上面有写 他上面很聪明 都有标 像这一盒是七家 就七岁以上在玩 八家或九家 或者九家到十四 这东西都可以玩的 你回去以后 他这里面呢 乐高要自己组合嘛 他因为他的复杂性呢 他就会分一代一代的 比如说比较难做的 可能有七八代 那比较简单就三四代这样 甚至有一两代的 一代里面就好几个 乐高的小零件 然后你把它剪开来 照着他说明书 一代一代去做 那每一个 每一代打开来 里面的乐高的这种积木呢 他都是用颜色来分类 所以说小朋友可以学习到说 就像你玩拼图一样 你要先找出拼图的那个形状 那他先把这么多 那么多那个乐高的零件 都把它用颜色分开来 然后再自己去看说明书 一个一个把它拼起来 从无到有 像我们小时候都喜欢玩那个模型 拿胶水粘的模型 我发现乐高更厉害 它根本不需要粘的 它就是把两个扣在一起就好了 然后小朋友可以从 什么都没有到最后拼出一个 很多机关的一个玩具 自己可以玩的一个 不管是恐龙也好 战剑也好 什么都好 做出来 我看到他做完一个玩具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他好厉害 更何况小朋友 自己会很有成就感 现在我们家已经有一个柜子 里面都摆Jackson了 自己组好了乐高这样子 我一看下去 我就觉得 第一个觉得很有成就感 第二个觉得 花了我好多钱 这条乐高的路 再继续走下去 爸爸要再赚更多钱才行 好了 不管你有没有玩到乐高 今天跟你聊聊 我最近认识的乐高 花了我很多钱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 明哥雅吉 王海玲的 忘了我是谁 听完这首歌 马上回到讲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We're back 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讲公来说菜 好了天气越来越热了 所以说大家想要带到厨房的时间 最好是越来越短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次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有一个日本男子的日式家庭料理 作者叫Katsu 那天也算是我们讲公厨房 将近快七年来最难访问的一次 并不是对方中文不好 而是因为对方做菜实在太简单了 把所有东西都丢到电锅里面按个扭 OK了 这样到底要怎么访问 所以因为他他又日文又很慢 他说啊 把这些切一切 通通通丢进电锅里面 加水 加调味料 电锅按个扭 OK了 我们总共有四段访问的 他一倒出来只讲了一分钟不到 所以算是蛮困难的 不过我发现他这个这一本料理书呢 最适合夏天来这个料理 因为实在太方便了 他们家呢 又喜欢用电子锅 或者电磁炉 因为他说日式的厨房里面 因为比较小 所以说尽量用电的比较方便一点点 那我们来讲这一道 他收入在这里面叫茄汁煮鸡肉 不需要技巧 也能做出来的时髦意式料理 我们先看一下他怎么做的 因为实在太简单 让我告诉你 我后来把稍微改良一下 我觉得也蛮香的 那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这个卡子的做法 他的做法就是完全不用用到平底锅 也不用开火 只要把鸡腿肉呢 切成四口大小 就是把它切成 你可以吃进去的一口大小这样子 那我的建议是不要太小 因为鸡肉你那个煮一煮热 它会缩一点点 你如果切了 已经跟你小拇指的第一段 一样小的话 那你再缩的跟着绞肉一样了 所以你大概要切的 比你大拇指的第一节 还要再大一点这样子 那就是一口大小鸡肉 鸡腿肉 连皮一起切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红喜菇呢 他就把它地头切掉 然后把它剥一剥 然后再洋葱 把它切成这个片状的 然后有一些大蒜 大蒜就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就电锅里面呢 他就放了这个 我看电锅里面 他就放了鸡肉 然后红喜菇剥好的 然后再把洋葱丢进去 然后再大蒜片也丢进去 所以把所有东西就放进去 对了 放电锅里面去 然后这时候呢 就把调味料放进去 调味料有100cc的水 那这里面为增加它的味道 它放了一块的鸡汤块 那如果你吃的比较清淡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鸡汤块也不用放了 因为你有鸡腿肉在里面 所以你就放水100cc 酱油一小匙 然后盐巴 二分之一小匙 然后黑胡椒粉 就是适量撒一撒这样子 然后他放了一片月桂叶 因为其实这个月桂叶 在这里面应该会有很 起很大的作用 因为你整个闷在电锅里面 你有这个月桂叶 会多了一个清香的味道 那放了五克的奶油 在这里面 那这样所有的调味料 就放进去了 然后最后呢 他还放了一点这个 这个叫什么 因为它是茄汁嘛 所以放的是意大利面酱 那这意大利面酱呢 大概是放了有五大匙左右 因为这里没有记得很清楚 他只用一个图示的 大概五大匙左右 放进去以后呢 就把电锅盖上 然后就像煮饭一样 这样煮它 然后这个跳起来就完成了 打开来就已经是茄汁煮鸡腿了 那当然了 这很简单了 然后煮出来感觉就是 其实用用锅子煮也差不多 只不过你就不用那么热了 但是后来我觉得 这样子鸡肉比较没有那么香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你鸡肉呢 如果你可以的话 稍微不要这么偷懒 然后那个鸡肉整片呢 还没有去切之前呢 就鸡皮朝下 先用平底锅把它煎出油来 然后让那个鸡皮呢 变得恰恰的感觉 然后煎完了以后呢 另外一面呢 稍微用热锅烫 就是煎一下 大概15秒左右 让它表面变色 所以你这个鸡腿肉 有一面的鸡皮 被你煎得恰恰的 这样子 另外一面呢 正好刚刚变色 也就是说这个鸡肉的中心呢 是深的 这时候你再把它切成一口大小 这样子四口大小 那这样子鸡肉会 这个它油脂会降低很多 而且它那个油的香味会跑出来 然后鸡皮会变得比较香 那当然你在煎之前 你可以先稍微调味一下 撒点盐啊 黑胡椒在这鸡肉本身里面 然后这个接下来的动作就一模一样 就放到电锅里面 然后把你的酱料放进去 然后就把它这个电锅跳起来就OK了 那当然你如果不想吃茄汁啊 你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有那个康宝浓汤的啦 这种的有没有 就把把刚刚的那个鸡肉啊 然后这个红喜菇啊 洋葱啊 还有这个大蒜片都放到电锅里面去 然后把一罐的那个康宝浓汤啊 比如说这个蘑菇 蘑菇浓汤这种的把它倒进去 然后就让它电锅去煮 那这样子就变成一种白酱煮鸡肉 也是另外一种选择好不好 大家试试看了 这本日本男子日式家庭料理 非常偷懒的做法 不过也是很好吃 OK好的 那来聊聊今天的特别来宾 他刚从农村回来 带了大自然的气息 这本非常适合 有小孩的朋友们一定要看这本书 或者呢 你跟你的老婆很喜欢接近大自然的话 甚至你在这个都市的这个 从丛林里面待太久了 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你就要看这本农村厨房 《寻味之旅》我们来欢迎其中的作者 那就是我们的徐全文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全文本身现在那个观光局嘛 对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很适合你 因为这个你曾经又担过这个旅游记者 那这一次跟另外一位也是资深记者 陈志诚陈志东一起做这本书 还包括了一位这个算是农业发展协会的秘书长 他本身是不是对这个农村非常熟悉啊 其实他们 他是不是带你的领 他是不是担任你的领路领路人这样 对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 其实二十几年 那秘书长其实他担任这个工作 大概也就是二十几年 台湾休闲农业的方向 就是发展的方向 都是依照他破坏的蓝图 那包括我们之前转型 你想最早最早的农场啊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哎很原始很荒凉 或者是很很果园 他当初就是先从柴果开始 那后来慢慢转型 也是依照游秘书长的方向来操作 所以转型成休闲农场啊 开始有一些农舍有好的住宿 那甚至开始有不同的行程 体验行程啊DIY 不是只有柴果 甚至开始走向水果水果旅行 然后东南亚人来 然后我们一起出国去推广 都是秘书长来促成的 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个 在这个都市里面 常常想说啊到底要去哪里玩 然后就都差不多都去过唱KTV啊 去电影院啊 去哪里就是什么油车盒啊干嘛的 事实上如果你走进农村的话 好像那种休闲农场 现在真的非常夯 然后我以前在拍节目的时候 也常去休闲农场 他们不止的这个地方啊 感觉很漂亮 而且住起很舒服 空气又好 然后呢那边人都很热情 然后他们的这个餐点又是非常棒 因为都是吃当地的东西 他们可能自己种的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也甚至于 我记得我去吃他那个鱼啊 或者他的鸡都自己养 然后鸡蛋是刚生出来的 超级新鲜的 这一次这个农村厨房 寻味之理啊 涵盖多少个 比如全台湾吗 他这个是全台湾 那因为这是第一本 然后农村厨房也是 我们牛刀小事的第一波 所以第一波大概有15家的休闲农场一起加入这行列 啊从台北市到新北市到苗栗县到嘉义台南桃园 哇桃园正好 我住桃园 新竹苗栗然后还有宜兰 还有什么地方看 这这所有地方再有15个是不是 总共15家休闲农场 那这些地方都是由那个秘书长带你们去的吗 呃我们会自己去也是 或者是秘书长带我们去 那因为我们其实跟农场也都很熟悉了 大部分都我们后来就是自己去 嗯 然后呃也有去辅导他们 甚至在这本书出之前 要带着农场的这些主人一起到国外去观摩 嗯我想说有这个小孩的爸爸妈妈们呢 一定对这种休闲农场不会很陌生的 而且可是而且常常在寻找 有没有新的地点可以带小孩子去这个放店 好那这一次我们的农村厨房寻味之旅 就由我们的穷文带我们去好好玩一下 而且听说他这很快就还要带行程是不是 对对对到这个农场 所以我们从这本书开始晚起好不好 好别走开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穷文 那这本书是农村厨房寻味之旅 事实上我觉得这本书很特别是 它有点像是农村 台湾的休闲农村的旅游书的感觉 对对不对 因为之前我们都看很多国外旅游嘛 那现在又不能出国 所以我们就要走休闲农村 怎么那么巧 这半个月计划好赶出的是不是 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四年计划 那在大家拿到手上的时候已经是规划了两年多两三年 那包括前期我刚刚说的带业者出国去观摩 然后回来之后他们马上就做这件事 然后再接下来就辅导他们 然后再改良他们 然后再慢慢才推上 推上有产品的产生 还有这本书 所谓带叶子出国去观摩是什么意思 因为以泰国来讲 他们做厨艺教室已经有来已久了 对那加上我是在观光局工作 我其实就很希望外国人来看到台湾的食材魅力 或者是台湾菜料理 那我们常常看到外国人 他在自己家里做菜来个pallak的时候 很容易说我们今天来个泰式料理的pallak吧 但很少听到他们讲台湾 那我们自己带外国人在台湾做菜 在台湾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也很想要学习做料理这件事情 可是台湾很少人这么做 但台湾有一个非常强的实力 是其他亚洲国家没有 就是我们有农场 这几年又有一个潮流叫做产地到餐桌 所以我觉得我们修学农场刚好有这个优势 在亚洲来讲的话 它就是有这个强项 那慢慢的我们让业者知道说 其实它是 它在亚洲来讲是非常有竞争力 那我们就把农村菜 把它代表成一个台湾味 那外国人来的话 他只有 他不会是只有在都市料理 做珍珠奶茶 或是做小笼包 他还可以到我们的农场去看到 限定食材 或是地方料理 还有节气料理 对对对 那外国人到我们台湾来 不只是外国人 就是我们台湾的人 也不是只是去夜市玩 能去这个 本来从农场变成休闲农村 这整个计划其实是 像你们说的 是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让业者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竞争力 出口去考察 其实我记得以前好像我大概八九年前了 在跑外景的时候 也去过几个 我觉得蛮有规模的 或甚至于应该讲说 可能自己本身的农村主人 很有心 所以其实做的已经不错了 但是我现在看这本书 你们规划下来的 就是完全是新的一批的休闲农村了 就觉得很棒 都没有去过 就觉得很想去看看这样子 可以来看看 对你自己本身 因为你自己又是做这个 很爱旅游吧 对不对 然后所以说你常常跑休闲农村吗 以前还没写这本书的时候 以前没有当记者的时候 确实是没有想到 有休闲农场这个选项 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出去玩 但是慢慢在接触 有了民宿了 有休闲农场 就开始走进农村 走进我们台湾农业的生命力 然后走进这些农人的生活里头 去看见台湾其实在地的魅力 对 因为我刚刚其实跟权文聊了一下 他其实事实上自己是单身 那我刚刚说 其实有小孩的爸爸妈会对这种时候很有兴趣 可是我要更正一下 就像权文说的 带着家人 其实你的爸爸妈妈 你总不可以带他去KTV吧 对 你总不可能带他去夜冲 对不对 所以你带他去休闲农村 他们开心使了 对 因为我马上可以想象 现在我爸都七几岁了 有时候我带他去比较接近三个地方 他就觉得空气很好 然后说个不停 他自己也想去走这些什么步道啊 什么的 更何况你如果带他去乡下住个农村 哇那他不是更开心了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 就是在那个苗栗的非牛牧场 这非牛牧场 他其实算起来 里面的那个两个创办人 就是台湾最早期的牛仔 一个已经70岁 一个80岁 那我们刚刚在讲亲子旅游的时候 就非常适合全家大小 一家四 四代三代通通都来 因为第一代呢 可以跟着 这两个牛仔早上吃起来 一起做早操 然后去看看这整个片农场 非常美的环境 对 那他的牧场 大概就是大家所想象 他有蓝天白云 然后白色的围离 然后红色的骨肠 就很像瑞士 你会看到那样的景色 所以小朋友来这边 他可以去DIY挤牛奶 然后可以做 做一些跟牛奶有关 或是认识乳牛 有关系的 的行程 那爸爸呢 就可以 喝喝小酒 然后妈妈可以 这里自己生产的起司 讲的飞牛牧场 他应该不会太陌生了 这至少听过 没有去过也听过这个地方 那飞牛牧场就是 我觉得是休闲农场的 其中一个 大家比较指标性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行之有年了 对 就已经很久了 那大家可以想象 因为他是飞牛 里面一定有牛 所以小朋友一定很喜欢 然后我记得 好像有像你说 可以去挤牛乳 对不对 然后去看一些 这个牛的生长的环境 然后他们 因为有牛 有小朋友 所以他们有一些这种 这个休闲农场 会设计一些小游戏 在户外可以用 可以做的 让小朋友很开心 甚至于你可以爬到 那个牛的那种草堆上面去 对对对 我记得好像都很好玩的感觉 对 就你一整天下来 小朋友放电影 这很厉害的 对 那大人们一定很开心这样子 那休闲农场 当然不只是只有牛而已 牛是这个在草地上 走来走去的吗 休闲农场还包括有鱼吧 有水吧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对不对 对 就是在其他休闲农场来讲的话 他也有一些是续产业的 像在三峡的千户传奇 他就是养巡龙鱼的 那很多小朋友就会 巡龙鱼是什么没有听过 但是你可以想象 他其实跟恐龙时代 就一起生存的一种生物 如果说你没有看过 巡龙鱼 他这个龙这个字实在写 而且你刚说恐龙实在太好 因为巡龙鱼实在太大一只了 像我们跑过外景人 就吓到吓死了 因为没有看过这么大一只鱼 在你面前的 对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你去看那种鲤鱼池 有只很大的鲤鱼 有过来说 哇好厉害 好厉害这样子 小朋友说哇好大一只 你去看巡龙鱼 有的比人还大只 很可怕 非常大 就是会让你很讶异 他有的甚至要三个大人 才能抱得起来 对真的很厉害 然后有的地方 因为我们出外景 他让我上去抱那个鱼 真的抱不动 太厉害了 聊一下巡龙鱼好不好 好啊 巡龙鱼的话 他其实全世界的话 大概有28种29种巡龙鱼 那台湾这个巡龙鱼 我们也是去国外 跟人家学技术回来的 结果这个老板呢 他因为技术 可能学习得太认真又太好了 然后回到台湾之后 反而这些外国人 来跟他取经 真的哦 对 因为我的印象中好像巡龙鱼 他必须要在这种什么 好山好水的地方 他水质要特别好 对 他长这么大个 对不对 对 然后巡龙鱼好像他是 除了他的肉质以外 他有他的这个 像我们吃的鱼子酱 好像是从巡龙鱼拿出来 没错没错 你提到他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重点 也是台湾很少可以产 鱼子酱的地方 然后他鱼子就是巡 巡龙鱼产出来 那鱼子酱他之所以非常贵 就是因为他需要养成非常大 非常长久的时间 那以他的兴成熟期呢 最短要七年 最长可能到二十年 所以他一点点几公克 他就上千块 然后在台湾的千户农场 他就可以吃得到巡龙鱼 的鱼子酱 所以我们刚刚你听到 你看飞牛牧场 带小朋友啊 带爸爸妈去啊 看到那种绿油油的草地 对不对 然后呢 很空旷的那种草原 然后很多牛汁 而且就是你想象中那种 呃就是白色黑色 这个斑点那种那种牛 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 资深牛仔 自己还可以去挤牛乳 然后有很多牛奶 牛乳的制品啊 在现场都可以吃到 像起司啊这种东西啊 我就觉得很棒 然后还有这个 刚刚提到 除了陆地上的 那你去找这个水里面的 巡龙鱼 他要有巡龙鱼 他一定要有养殖的环境啊 那这个在都市里都看不到的 对 那小朋友可能在书里面看到说 啊很大只鱼啊 或是什么海盗出去啊 海里都是鱼啊 但他们没有看过 像这种养鱼 尤其这种这么大的鱼 巡龙鱼的这种环境 他的鱼池长什么样子 然后必须要什么样的飼料 或是下去抓鱼的人 他可能是穿什么样的衣服 比如那种青蛙装啊 小朋友都是第一次看到 他们也会很惊讶 我不要说小朋友 有时候那种都市熟啊 对 都市熟没有看过人 其实真的会 也会觉得很惊讶啊 就是哇一直拍照 你现在笑得很开 因为你第一次应该也蛮惊讶 因为啊 就是你得穿的青蛙装下去 然后青蛙装跟水面 又离了一点点距离 巡龙鱼很大只在你的周边 那游来游去 咻咻咻的 然后你要把他抓起来 也不是很容易 那老板就会跟你说 巡龙鱼呢 他其实是顺向 他顺着让你抱起来的时候 就很容易 但是他如果不愿意 你就会抓到他在挣扎 那小朋友下去 他就不用穿青蛙装 因为他有一池 专门给小小朋友的 那他们就只要脱了裤子 就可以下去抓鱼了 对那太棒了 休闲农场 农村厨房寻味之旅 农村寻味要有厨房两个字 那一定有美味可以吃 待会回来跟你好好聊聊 去休闲农场 农村农场有什么好吃的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厨房带你走出去 到我们台湾的休闲农场 农村厨房寻味之旅 见不清的是许琼文 琼文来现场 他今天要告诉我们 有关这个台湾的休闲农场 哪里好玩 哪里好吃 他自己还会带团出去 跟大家一起玩 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本书其实讲了15家的休闲农场 那在这个促销期间呢 我们还规划了9条行程 是有作者自己带路 那今天呃就是呃现在已经就是已经正在上上映了 是第二条行程了第二条行程 你们第一次行程去带大家去哪里玩 第一次行程就去千户抓巡龙鱼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巡龙鱼 就是这个是呃呃这个什么 秘书长自己带去的是不是 对秘书长亲自带路 由文宏自己带去去那个大家去看巡龙鱼 那第二次的那个马上就要发生你带团了是不是 对对 去哪里玩 呃这不是我带团 但是我也会去 然后我们是8月22号跟23号去台南的仙湖农场 这个差别在哪里 比如说有人带团是比较专业 那你是在现场是算是什么 算是 其实仙湖农场他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龙眼干 那烟熏龙眼的话一年只有一个季节 就是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看得到烟熏龙眼 那我因为去了仙湖农场很多次 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烟熏龙眼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想要自己跟着 你是跟团 对我跟着志东老师一起去 是志东就是我们另外一位作者 他要带这一团 对 但是你是跟团去看 我这次就当着小粉丝一起去 哇原来如此 那你说这边会有烟熏龙眼 对 那烟熏龙眼我们讲龙眼这件事情 其实他这个食材非常有趣 他有名是因为台湾曾经有个面包师傅叫吴宝醇 对 他用的龙眼就是从这里来的 然后你说台南是东山这边 对 仙湖休闲 仙湖也是他的就是供应商之一 那烟熏龙眼这件事情在亚洲来讲 其实只剩下台湾还保有这个技术 他可以用电气化来做 但是他的风味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烟熏因为他一带一灶的龙眼下去之后 他开始炭焙 炭焙要先把这个炭火烧起来 烧起来之后再降温降到60度左右 然后你在这个火的上面起一个灶 然后把龙眼都丢进去之后就开始翻灶 那一翻下去这一灶的龙眼就要翻七天六夜 不能所以在翻灶这个季节是没有办法睡觉的 感觉起来这真的是我们常看人家写古早味有没有 对 这真的古早技术古早味 古法在制作的感觉 没错 感觉一定要老师傅来做这个 他本来是老师傅 但是现在老师傅也都老了 所以现在仙虎农场是第六代的传人 大概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青农 所以是只成副业了 对 只成副业在做 所以是年轻人在做这个 对啊 那很难得 非常难得 我觉得他们是用生命在实践农村复兴的事情 就把它传承下去 尤其你说现在只有在台湾可以吃到烟熏的这种 烟熏龙眼 烟熏是我们自己做的 对 那这样做下来真的蛮辛苦 那这个你要现场去看他怎么做 你想去记录这一刻是不是 对 因为想到那个烟熏龙眼 大家爱做料理 你就觉得说 像那种意大利会有那种什么 油炙番茄啦 就是晒干的番茄油炙它 然后就可以放意大利面里面 像那种烟熏龙眼 它的味道一定很丰富 然后可能有那个很特殊的香气 你就可以使用在很多料理里面 不知道去这个地方会不会吃到 他们用烟熏龙眼做的料理 你看完烟熏龙眼 马上就带你进厨房 自己来自己做 所以农村厨房就是让你亲自操作 怪不得你说这种行程会很吸引你 比如说国外的游客 对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现在也是开始喜欢起这种DIY啦 或者现在比较深入的旅游啊 那外国人是早就一直很喜欢这种 他们比较不喜欢走马看花 他们比较喜欢去深入一点的地方 然后去去就因为他们都都喜欢体验 他们喜欢去体验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 所以这会吸引他们 对非常非常吸引他们 然后他们当然学成了这个技术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也创造了一些很美好的回忆 不管是逗趣的啦 或是哀伤的 你可能会把料理给做烂 但是你有可能会创造了跟老板不一样的风味的食材 所以其实他过程很很很逗趣 今天我们这个全文讲的所有的内容 其实都在这书里面有 然后我现在现场都看这书 我都可以看到那个烟熏龙眼 他怎么烘焙的样子 然后就照片 然后很多很多龙眼的照片 然后还有那个 这个是他们照是不是 都看得到 都拍照了这边 对 然后这一这个年轻的这一代 他们的照片也有 就等于是在农场的主人 他们也有 他们的照片这样子 对 那真的很像是个深度旅游的旅游书 其实是啊 来认识台湾的文化 你看这个东山 他整个整个东山 他龙眼的烘焙灶 在最早大概有800个左右 但是现在实际在运作应该不到100个 所以如果可以在这个季节 还可以看到有人在烦灶 非常的特别 那你刚讲到说 看完他怎么做这个烟熏龙眼以后 你就可以吃到他这个入味的方法 入菜的方法 他会做什么东西呢 我们会做一道叫做桂圆麻浆 温泉蛋拌米粉 名字很长 桂圆麻浆 对 就是用麻油煸那个姜 干姜 然后再去煮个温泉蛋来拌米粉 我看到照片了 对 我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你想象就是类似很多那种白白色的米粉 上面有很多这种炒过的像姜 还有一些这个酱汁的颜色 然后在中央地方有一个那个温泉蛋的感觉 对 所以要吃的时候就把那温泉蛋化破 然后那种金黄色的蛋黄就流出来 对对对对 然后跟这炒得很香的像姜啊 还有这酱汁啊 跟这面馅一起拌在一起 对 一定很好吃 这可以现场自己动手试试看 先吃他们做就好 对对对 他也可以现场直接请他做给你吃 或是自己做 对那烟熏桂圆 其实他也有做甜点 还有桂圆云朵Q饼 对 这看起来很棒 因为去休闲农场玩 除了在那边体验当地的这个生活 或是吃当地的一些食材 当然要有伴手礼嘛 这个是他们就是他们的伴手礼 这个就是伴手礼 你做完了一些咸食之后 他就叫你做一道甜点 而且这道甜点 看那个书上面有四个步骤 他看起来好像很多东西要背 但是事实上不难 我们整个做完这道甜点 再才花了十分钟而已 对因为他已经 其实我觉得做料理是食材的准备 这个还有东西都收集好 然后还有那个地方 还有用具都好了 那这些都OK的话 那其实真的做起来时间很短 而且应该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你这四个照片 这等于四个分解图 看起来真的不难做 这个桂圆云朵Q饼 除了可以当伴手礼 而且这个伴手礼 还是你自己做的 对 超有心意的 对对对 都不跟朋友讲 就是你这我带来的 从那个这个台南那边 带回来给你的伴手礼 他一吃觉得好好吃 真的吗 是我做的 就很有成就感的感觉 那像这样的行程 大概会多久 几天呢 鲜胡的话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要去看 烟熏龙眼的翻造的过程 所以在达人带路的这条行程 它是两天 但是一般的农村厨房 都是一天的行程 所以一天的行程 就是我们当天早上去 然后吃完晚饭就回来了吗 之所以一天吗 其实大概就是半天的过程 我们早上呢 师傅就会先带你去 不管是当地的菜市场 认识当地的食材 或是到农场里面 去看他们种植的食物 或者是他们饲养的牛汁或鱼群 那接下来就是带着游客 亲自做农事体验 你去采菜 采今天中午 我们要做的料理 或是去看龙眼 我们去摘一些龙眼回来 然后再加工它 那接下来进厨房 做好了之后 中午就可以跟朋友 一起分享这道料理 所以说其实下午就可以回程 对 那其实还蛮快的 非常的快 那如果达人带路的话呢 也是 也是就一天而已 对 也是一天或是半天的行程 但是鲜湖的话 它刚好特例 我们就住了一个晚上 那是住在哪里呢 鲜湖农场 它刚好落成新的住宿点 那它是用它的翻造料 来做设计 那所以可以看到以前 他们古早文化在翻造的时候 它会是用什么样的形态 在住宿 所以它以天为木 以地为席 对 以地为席之类的 然后看出去的风景 就是他们在翻造的时候 看到的景致 那它新盖好的住宿 真是以天为地 以天为顶 以地为席 当然不是 其实是非常舒适 所以就是见我们睡地上就对了 是不是 当然不是 但是非常舒适的环境 令人好奇 那我们这一次介绍的这个休闲农村 就是农村厨房 寻味之理 这本书里面的休闲农庄 农村 它都有住宿吗 还是不一定 基本上都有住宿 真的 那很棒 好像只有一两家是没有的 但大部分都是有住宿 对 因为有时候你去远一点地方 尤其有小孩老人家 对 就要赶回来也是蛮累的 对对对 最 那个休闲农场或农村 最棒的就是早上醒来那一刻 对 这跟都市感觉完全不一样 没错 对不对 那呼吸的空气都不同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我们农村厨房寻味之旅 FM03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是的 我们今天聊的是国内的这个台湾的休闲农场 包括从北到南都有 总共这本书里面推荐的15家不同的休闲农场 有些是非常知名 大家听过像飞牛牧场 或者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比较有新盖的可以住宿的地方 像鲜湖休闲农场 还有很多其他的农场 农村都有 那这个农村厨房寻味之旅就是介绍大家去这个地方去好好的玩 然后去放松 然后去放电 那我觉得最特别是你们这本书推出了你们立刻就有一个行程 达人带大家去玩的行程 那这本书有15个自己的这个你可以跟着这本书自己走行程 那也可以加入你们的达人的行程 对对对 其实在12月以前我们大概就有9条行程在走 那刚刚就讲第二场的话是8月的仙湖 那其实到12月还有蛮多场的 我自己很喜欢 是每个月一次吗 它大概平均平均每个月大概会有两三家 那这你们总共有9条行程 这9条行程都是从这本书里面挑出来的 对都是从这本书里面来的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行程有兴趣 想要看你们去哪里 然后大家费用多少钱去哪里找你们 第一个管道可以到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网站 第二个管道它是跟去吧 去吧的那个网站做合作 所以可以在去吧做报名 是 好而且我发现你们这本书前面还有QR Code 对这QR Code很有趣 你扫进去之后 它会有15家休闲农场农村厨房的影片 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过程是什么 然后你可能会体验到什么样的东西 再决定你要去哪一家玩 这虚拟旅游就对了 很苦先看一下 先带你去 这本书实在太厉害了 那如果说像有些人就可能觉得说 自己去然后就搞行程 就还是有些人会觉得 你知道有的人很懒 对所以才会推出这种达人行程 对对对对 跟着我们去比较安心 然后我们都安排好了 对顺便可以就是农场主人可能在很忙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他讲上几句话 然后用我们自己独特的观点看到他们 农场他有哪些特色啦 或是哪些小地方你可能不会注意到 我们都会在旁边说可以看一下这里 可以看一下那里 你觉得你觉得自己去 跟着这本书自己去 跟着你们达人的行程 到底最大差别会在哪 说故事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就不准了 我想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作者叫陈志东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说故事的专家 然后他总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告诉你台湾特色的食材的风味 然后还有这些食材他到底在这个农场有什么样的魅力 然后跟着他的话可以听到非常多丰富的观点 甚至是全世界的食材跟台湾的比较 他尤其他做二十几年的美食美食旅游记者 他总会有告诉你 我们的独特点在哪里 好的那农村厨房寻味之旅 就正好刚刚好在这个时候 台湾最疯的就是国内的旅游啊 这本书非常适合大家 而且如果你想带小孩啊 带老人家出去走走 接近大自然啊 靠近我们台湾的休闲农场的话 跟着我们达人行程也是很棒的 好今天谢谢我们的全文 我是佳科姜文 讲公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